好我们看到郭董所提出的富人税 到底可行性高不高呢 看在政府的眼里 今天有专家就开玩笑说 好像有点谢谢再联络的意思 不过我们倒是也持续来做追踪 包括相邻建设董事长赖正义 他不认同 他直指要找这三百位的富人 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那么谈到正所税 他痛批政府喊了半天的 整个公平正义根本没有 反而会把台湾给玩死了 甚至离希腊是越来越近 针对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提出的富人税想法 相邻董事长赖正义毫不留情面 直指要找这三百壮事 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 对于目前的正所税的事情 那么我觉得政府应该尽速停止 另外停止这个审查正所税 暂时呢 把它兵存起来 等到国民所得达到三万美金以上的时候 那么再来考虑是不是要来实施 赖正义猶行欧债问题冲击 台湾根本逃不过 所以政府现在不救经济 反而把重心摆在瞌睡 不止股市惨 就连房市也受到奢侈税冲击 抨击政府政策根本在开倒车 我们几乎大家都很清楚 像我们房地产业大家都停止 几乎没有在营营业 车子税的问题冲击很大 一年多来为了选举的事情 天天喊社会公平正义 我想台湾会被玩死掉的 我觉得我们离希腊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从政所税到大房 赖正义对于政府的政策直摇头 更对总统马英九喊话 当初说好的公平正义 还有黄金十年 可别抛在脑后 忘记要信守承诺 东森财经新务 中文新务志明台北报道